交通繁忙十字路口 叉是铲车大喇喇 上路就在下一秒 前方叉子宛如凶器 直接缠倒直行车 机车卡在铲车上 骑士则是往前飞 铺倒地摔得不轻 躺在马路动弹不得 换个角度看 骑士撞上瞬间 整个人大自行背对惨摔 车上载运纸箱也喷飞 事发就在台北大同 西宁北路 铲车满大街跑 没管制的下场果然出事 网友狂轰 简直坦克车上路 看起来超痛 镜头转到新北泰山 骑士卡在车阵死角中钻出 执行机车来不及反应 当场迎面猛撞 转弯车辆原地 炸开旋转 另辆车往前飞坡 滑行超级远 两人通通重摔 现场一片混乱 新北路州也上演 生死瞬间 车辆转弯进入巷口 没想到 一辆银色轿车逆向迎面而来 油门踩到底完全没减速 闲是一名骑士惊险闪过 但驾驶来不及反应 两车猛撞车上行车记录器 被撞翻先到天花板 撞车后整个巷口堵住 动弹不得 博山南下14.1公里 南港路段也发生恐怖追撞 只见黑色轿车打横卡在货车前 消防车跟救护车都在一旁待命 路段严重回堵 据了解一四有驾驶 未注意路况追撞前车 酿成六车连环撞 车被撞到变成一团废铁 涉及连环车祸 包括一辆大货车 一辆小货车及四辆小客车 玩如灾难片现场 事故造成九人受伤 索性意识皆清醒 至于肇事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叶维林飞亚桥 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